歡迎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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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小時候 走在路上 只要看到那種金髮碧眼 或是說我們長得有一點點 不然就說 這位國人就會覺得很驚訝 但是現在你不覺得 台灣路上 常常都可以遇到很多新住民 對不對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呢 合法居住在台灣 在台灣的外國人 大概有76萬這麼多 對 這些人不是只是來短期的居留 是長期的居留在台灣 你覺得台灣到底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讓他們覺得 一定要留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除了來台灣的原因很多之外 就像我們到國外去 會遇到很多這樣的生活 生活方式還有語言都不太一樣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好好聊聊 我們的新住民朋友們 我們有分資深還有資淺 沒錯 兩邊 但是我們要好好聊說 為什麼來到台灣之後 還決定在台灣待這麼久的時間 好不好 有些人是剛來 有些人是定居很多年 十幾二十年 他們也可以你們 給大家一點建議 看你們還要不要留下了 沒錯 你們自己覺得怎麼樣 今天好好聊聊 為什麼會在台灣待這麼久呢 而且裡面有一個人 是第一次來到我們節目 而且他的名字 我真的覺得 大家什麼不好好取 對啊 這位法國來的同學 你叫什麼 你等一下 我們來問一下 活了六十幾年的這位長輩 怎麼這麼簡單 我是土生土地的 不是 土生土地什麼的 台灣人 那氣餒的餒嘛 餒對不對 餒禮 我不知道 餒禮 可能會破音字喔 不可能啦 水禮 你比話有看對嗎 你們會叫餒禮 如果答錯 我們要拿愛的小手 打腳底板的喔 不可能啦 這根本會錯的啦 你們有人知道 這個是餒禮的餒嗎 是不是 還是哪 餒禮的餒禮 是不是滿的 餒禮的餒禮 那是哪 沒有那個字 我們這個 比較老的老鳥 凱蒂應該知道 有人知道這個字嗎 我太老了 我看不到那個字 沒有 你讓他走近一點 對 原理也想起 那個石頭 小溪你認識那個字嗎 應該是 不知道 他就是看到帥哥而已 太遠了 我已經有知道他鼻子好辣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請他人自己來 介紹他自己的名字好了 這位法國的朋友 你的名字怎麼黏 是 內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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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會取這樣子 那麼特別的名字 因為 我知道是很奇怪的名字 但是 有 我之前住在套原 然後套原那邊 有一個地方是內裡 內裡 然後我聽到這個的時候 這個名字 我覺得很好聽 內裡 所以我 但是我不喜歡那個內 所以我用手機 我搭那個A 然後我看每個內 然後我覺得這個滿好看 所以 然後我喜歡狐狸 所以 那個狸是狐狸的 喜歡狐狸 然後內裡 然後我覺得取名字 還有一個藝術 就是你要好念 然後我覺得裡面呢 有一個比較不好念 對於外國人來說就是 宋蕊安 宋蕊安 對不對 蕊安 我們也很少會講到蕊這個字 這個是我親一個 算命老師幫我取一個名字 就是算壁畫的 對 因為就是需要一個義名 那我覺得蕊這個字 還滿少女 滿好聽的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大家這麼熱愛中文 我覺得OK 我可以理解 但是 愛上台灣的理由 到底是什麼呢 沒錯 我真的很想知道 像寶玲 你愛上台灣的理由是什麼 我來台灣之前 我有一個刻板影響 我以為全部的亞洲 都是很保守的文化 很保守的國家 但是來這裡 我才發覺 其實不是這樣 因為 因為台灣有時候在某些地方 比波蘭 或是一些其他的西方國家 開放很多 有哪些地方你覺得 有哪些地方你覺得 台灣的 其實滿開放的 同性 同性 對 我有很多LGBT的朋友 然後他們來台灣 可能是在我的國家 他們沒辦法出櫃 但是在這裡 就不一樣 所以在波蘭的路上 如果同性 手牽手或者是擁抱 你們會覺得 是怪怪的 不行 對 所以我們來這裡 我跟其他的朋友來這裡 然後他們終於有辦法 就是 公開 對 最喜歡的人 就是牽他們的手 我就覺得很感動 在太陽下面 可以牽著手 對不對 對 我覺得這種 這種自由 就是真的讓我很喜歡這裡 好 對 對 在台灣有很多人 很多老人 邊走路邊牽手的樣子 對 老夫妻 對 然後其實我的父母的關係也很好 然後現在也沒就默契約會 然後拍照片給我看 哇 好浪漫 對 可是我從來沒有看過 我的父母牽手的樣子 對 日本現在的話還是有 可是以前的老人 現在的老人 然後還不喜歡 真的喔 你沒有看過爸媽牽手 沒有 怎麼可能 那種感情很好 那鋼琴很好 對 那就是不牽手 真的喔 洪哥你跟老婆出門會牽手嗎 我牽得厲害 這樣講定是不是 我現在講定不一樣 真的很喜歡牽手 我覺得牽手我是那種 習慣吧 就走在路上的時候 你會有感覺到有一種安全感 但是你不牽手的時候 你就覺得好像是吵架 那個就是那種感情 是一輩子的 我晚上去合體慢跑 我都看到很多老人家 很多對不對 那個散步 他們那個散步都牽手 結果我們從後面看 就覺得他們也沒手嗎 就是手很自然就牽手 就是感覺是生活日常的事情 就很簡單 就很感覺 很幸福 好 Grace 如果的話我是來台灣是讀書 然後第一次我來到就是高雄 而且是在奇山那邊 對 所以我讀的大學就是在那邊 我就是覺得台灣最好的事情 就是飲料 你說選擇多 選擇很多 剛剛上面就倒抽一口 對 全部都吃到一口 好像剛剛才喝掉一杯的樣子 對 飲料真的很多 可是一開始也會覺得很清淡 就飲料也很清淡 飲料也很清淡 那你全糖還是覺得不甜嗎 全糖還不甜 真的假的 你是馬蟻人 我是 你是馬蟻人 剛來台灣等十年後 我們才兩 我們都喝到無糖的耶 幾乎無糖的 真的假的 我覺得真的 我第一次呢 就知道可以改成那個甜度 對 那個我就是會叫 有這種選項嗎 那時候不會糖水一樣 對啊 所以就是兩倍甜 兩倍甜 不是說三分糖還是兩倍甜 我們兩分三會都很甜 他就是因為吃了太多的甜的東西 你算是長得比較甜 你看 對 我們三分小吃 對 不要忘記自己結婚 你為什麼不聊後面那三個 對 太喜歡甜 我也是很甜好嗎 我是往前看 我是往後看 對啊 你們超級甜 對啊 但是就點胖一點 對啊 就是年紀大一點而已 所以說甜 全糖再甜一點 對 所以也是店員 也是每次我點這種 店員就在那邊進來 然後就 正常甜在家甜 會很甜 他們就一直這樣 會很甜 確定 然後我要跟他們確認 就沒事的 沒事的很多次 他們才好幫我做 這樣子 可是就是有一天 我來到台南 然後我也叫了 正常甜在家甜 我一喝的時候 我就 居然太甜了 我說太甜 太甜 有感覺太甜了 對 台南在家甜 台南可能就台南 對 然後我發現 我發現台南的正常甜 就是剛好我的甜度 對 所以就 從那天 我每次去台南 就是正常甜而已 沒有再加甜 可是其他地方 都會再加甜 就是我覺得台灣最棒的飲料 就是珍珠跟波巴 印尼的腰部太軟 腰部太硬 就沒有那個在空中間 那種Q彈的那種感覺 沒有 就是太軟 印尼沒有台灣的空氣 對 還有水 還有水 對 對啊 沒錯 也有一次就是 什麼台灣的一個飲料店 也是什麼連鎖店 連鎖店 開了在印尼 然後超紅爆紅了 連去那邊排隊 就要一個多小時才會得到 我排了一個小時 喝了一口我就 怎麼了 不甜 沒有 它的甜度還比台灣的更甜 那怎麼了 可是問題就是它的波巴 一軟就 很硬 軟軟的 真的 很不好喝 真的 你真的要來到台灣 吃台灣的那個珍珠波巴 你才知道有 原產地是比較厲害 疫情過後趕快來台灣玩 沒錯 好 好 一個 一個 在台灣真的就是 最喜歡就是 台灣很淺 對 在巴西有很多小豆 出去外面的時候 不要帶手機 不要帶錢包 就是要帶錢就好了 然後買東西就是豆 那你覺得台灣自然有什麼 很好的地方讓你覺得很棒 我之前在大學 然後我去 我之前說八點 我去生科 老婆沒愛你是不是會緊張 沒有 你怎麼說八字 很強棒 其實我去八點去學校 然後我怎麼去找他車 然後我放了錢包在那裡 然後去生科 就十二點我就回來的時候 八點到十二點 對 我忘記了 我忘記在我的錢包那邊 我回來的時候還在那邊 可是如果在巴西 錢有什麼 錢有不見嗎 沒有東西不見了 還在那邊在台灣 還在都在那邊 沒有人有痛 所以這在台灣很好 如果在巴西的話 你只知道他車也不在 你講到車都不在了 真的 但是錢包還是要小心 有時候還是會不見 對 小心 好 Lady 我也一樣 我覺得是最好的 自然 自然是 因為 你都 你都不需要 小心 那比如說 如果你在巴西的時候 你的手機 你一直要開你的手機 如果你再喝咖啡 你要小心 因為 有人回來 但是我就住在我的位置上 我不能放在我的桌子上 但是他會跑 對 搶走 對 或是他們有一些 很棒的技能 他會來說 你看 你看看 然後 遮住你的眼鏡 對 然後手拿東西 對 然後如果 你在台灣 你要把你的 你要把你的手機放 桌子上面 然後你要去 洗手間 然後 四分鐘他會來 還在 對 但是來法國 不會 不會那麼嚴重 但是還 我們有時候 還拿手機佔位置 對 或是拿家裡的鑰匙 拿家裡的鑰匙 沒有 就是出國外 很可怕 很多人跟我們說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因為我們所有的東西 連寶寶 錢 已經太習慣了 對 但是我也在台灣 調過手機 在花蓮 就剛好去那邊工作 然後因為活動 就是很多寶寶 然後手機放這樣子 放在 腿上 然後站起來 就掉了 下車對不對 馬上要看手機 手機沒有了 計程車也離開了 我們就是到警察 花蓮的警察 有人出國嗎 沒有 他們的朋友好帥 他就 他說來 沒有人 完全沒有人 只有一個大哥 他說來啊 我來 他還泡茶給我喝 他說你坐一下 然後我就是喝茶 然後他說來 什麼問題呢 我說手機掉了 這麼悠閒 對 他說手機掉了 我要去工作 你趕快幫幫忙 然後他就是幫我看 就是很多的那個 監視器 然後就是找到了那個車 然後就是叫他來 然後手機找到了 太好了 不到一個小時 我手機就是在我的手上 真的 而且還喝了一杯好茶 看了一個帥哥 對啊 很棒 台灣真好 OK 那偉凡六局在台灣 有發生過什麼驚訝的事情嗎 那我覺得在台灣最驚訝的事情 就是 做什麼事都很方便 比如說 不管幾天 還是不管信息機 都有點有營業 但是在法國真的不是這樣 我法國的城市 每天晚上七點半左右 都打亮了 所以七點半之後 你什麼東西都沒辦法買得到 所以你們有沒有二十四小時 便利商店 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 國外沒有便利商店 不是 日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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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也沒有嗎 印尼就很少很少 沒有開那麼晚 真的喔 印尼的便利商店 有點像幹嘛這樣 幹嘛這樣 就是雜貨店 對 不是連手那種 對 然後那個很多政府機關 也是比較早關 還是動作比較不一樣 在外面真的很快 但是法國 我覺得是 世界上最慢的國家 就是 我在台灣有陪我老婆去換她的身份證 然後她十分鐘以內就拿得到新的 我上次我去法國的時候 我想報 報名那個新的身份證 然後他們給我說 我最少雅登兩個月才可以拿得到 為什麼 雅登兩個月才可以拿得到 雅登兩個月才可以拿得到 也太久了吧 很有意思了吧 我去搬我的護照的時候 一樣的問題 我等了三個月才可以拿得到 三個月才可以拿得到 三個月的飛機都飛了 好可怕 便利商店真的很方便 然後就是可以付血費 點費 其他國家 就是還要去排隊 還要去申請什麼東西 在台灣就是 就這樣 就很快 而且是24小時都可以講 超方便的 剛才我們是聊的是 我們的新的朋友 接下來我們來問問我們資深的朋友 留在台灣這麼久的原因是什麼 好不好 先問 安妮好了 安妮 我覺得留在台灣最大的理由就是 有禮貌 我覺得到在台灣到哪裡 大家都很有禮貌 不會發脾氣 因為在 就譬如說我住過美國對不對 在那邊一直就是 早上起來去優格 然後你就覺得 哇 心情好好啊 大太陽啊 然後突然一個人就是 罵你就是 什麼的 你有撞到他嗎 沒有了 完全沒有 就是可能生經病吧 還是他壓力很大 還是你太開心了 太開心 有可能吧 不管你做什麼事情 大家都會發脾氣 但是在台灣不會 連我現在住的地方 對面是一個KTV 所以晚上大概 每禮拜三 五六 早上三點 一定有一個表演啊 就一定有一個女孩在那邊哭啊 然後就跟男朋友吵架 然後打架什麼的 一定有啊 然後警察來 他們都很有禮貌 我們他們說 人家在睡覺喔 你們要小心一點 你們就是可以回家嗎 這樣子 我覺得很可愛啊 對 可是在其他國家 他們還會北大 還是會幹嘛 或是被推 對 被推 連這樣的狀況都不會 我們警察會勸你們 不要再吵了 趕快回家睡覺 然後他們就很可愛 小孩就不要這樣子喔 很像教小朋友 對 像帶小孩的樣子 好 小思呢 對 就是台灣喔 除了他們講的之外 我覺得台灣 給我們民眾的人選會比較多 對 因為像台灣現在 連小朋友都有人選啊 對不對 如果說被打 你是被什麼 就是打113 對不對 外籍老公也有專門就是在 就是保護他們 就是有那些的 就是專線 我覺得在台灣就是很多機關 就是都是在幫忙人民 然後我們也可以提出想法 例如呢 如果說我不爽誰 沒有啦 就是這個 有一點點別的想法 對 就是或者是態度 建議 好 公家機關的態度 這個我不爽啊 就是有一點就是 可以客訴他們 對 可以客訴 客訴他們也不會放著 他們也是會去檢查 可是在泰國可以客訴這種東西嗎 可以啊 跟誰客 對啊 可以只是沒有人會理妳 對啊 浪費時間 在泰國完全沒有這個 對 我就覺得 這樣子做 可以 而且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人在脆弱的時候 也會特別有感覺 我覺得在醫院的時候 應該也很有感念 對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在台灣 醫護人員對不對 就是他們就是跟我們講話 跟就是 建議那些都講得還滿有禮貌的 可是在泰國的相對 我們都是要有禮貌 就是請他們協助這樣子 對 我上次回去了泰國 因為阿嬤生病 然後就跟醫護人員 講話比較一般 就因為我已經 因為在台灣習慣了 對 在台灣習慣了 有什麼疑問就問 然後有什麼 就 他就用那種態度 感覺好像 我欠他很多錢這樣子 我會覺得對我 不公平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 你是醫護人員這樣子 差很多 對 差很多 感覺 感受差很多 對 Ana 我一開始最讓我愛台灣 當然是一開始是我老公 因為我是以為他確定 全場你最會講的 你看好 剛剛那些老公怎麼沒有說 因為一開始就是 每個他們就會 像我 他也是想我愛台灣 才會留下來 所以我們去好餐廳 去吃好料理 然後去亞民山看風景 我覺得台灣好棒 但是現在變了 現在是 所以我不是因為老公愛台灣 加上我自己也 更愛台灣 對啊 還好在台灣才溜溜住老公 對 沒有老公也可以 因為 老公沒事 你什麼意思 不行 我想要想 太快了 因為前面都很煩 不是常常跟老公吵架 然後說你回去 我說幹嘛回去 這邊也是 是我的家 對啊 我去哪裡 對啊 我去哪裡 所以我是喜歡 就是台灣很方便 什麼 食物現在也變 也愛 因為一開始我什麼都不吃 對 現在我 什麼都會吃 你們看我的生菜 有變了 看我出來什麼都吃了 對 所以我真的生菜 老公我每次都會說 你回去 我說我回去 我自己在台北 妳才回去 對啊 這邊也是我的地 雖然 雖然我一輩子也會叫外國人 但是我還是 喜歡 對 我的國家 真的 開心 可以 對 來這邊已經二十一年了 到現在還是會有很多驚喜 可以體驗 我覺得 我上個禮拜跟 我前一陣子跟Jenny跟那個妮可 去紅露地 紅露地 綜合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就去看那個廟 然後後來我也帶朋友去 我帶朋友去的時候 我們也發現更多 可以玩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我覺得台灣就是這樣子 他就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看 然後你可能聽過 可是你到那裡的時候 就是比人家說的還要驚喜 就是很舒服 所以 比方說我之前有聽過一個 台灣一個地方叫做 我覺得 真的是 太美了 怎麼會有這種地方 他真的是 像這個就是我們吃餐的地方 對 餐廳 唯一的餐廳 但是你去那邊 因為他是那邊有神墓 然後他是 司馬庫斯是 九零年代才開始有路 可以通到那邊去 所以他是很原始的感覺 有一點像自己獨立在那邊 那個小世界 對 所以他那邊的大自然真的是 真的 而且是 隨便拍都這麼漂亮 對 你去那邊 你就感覺你回到一個 沒有人類的台灣的地方 原始的地方 對 就是 就是陽光 剛好那時候陽光也是很美的 然後 當然他的神墓也是很 就是很大很酷 超特別的 但我覺得 讓我印象最深刻 去那邊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就是 我跟六個人一起去 然後我們就是 就去爬山 每天走可能三四萬步 但 就是 你到了一個時段 你就會發現 你一個人 在那裡 我們就是 結山走 然後 我發現 我有三十分鐘 在那邊 沒有聽到 任何人類的聲音 沒有看到 任何人類的 治標啊 什麼的 也沒有聽到 任何機器的聲音 然後我就 超舒服 在這種地方 可以聽到那個 就是完全是大自然的聲音 對 就超舒服的 我有拍MV 不是MV 不是MV 拍MV MV MV 他想說MV MV 原來你是要爬山片 沒有 太值得拍了 看一下VCR 短短的VCR 可以看 好 這個就是我的小K 他也跟著爬山 你們剛剛怎麼在超覆 對 我有看很厲害 在樓梯上面拍的 對 真的 你聽那個溪流的聲音 感覺上就是 好原始 好舒服 好棒 沒有三十分鐘 這個聲音 真的是 我好像在台灣這麼多年 我還沒有體驗過三十分鐘 完全沒有人 對 的聲音 你們都討厭人類 你跟人類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 聽不到人類 討厭 所以就跟自己相處 洗滴一下洗滴 那個聲音好好聽 很好聽 而且那邊其實還有很多樹 就是 他們是合在一起的 就很像夫妻樹 然後就好高好高 我覺得高到 我覺得很像那個捷克的 那個碗豆 那麼高 然後是夫妻樹這樣在一起 超美 大家有機會一定要去 一定要 所以想問大家 你們當初到底是因為吃 還是因為愛人 還是因為什麼原因 留下來住在台灣呢 拓言 我的話算是愛人吧 因為我的老婆是台灣 跟馬來西亞的混血 然後我們結婚 然後她懷孕之後 我們搬到日本 然後我爸以前就在上海五年 所以也可以講中文 對 好棒 所以跟一般日本的家庭比起來 老婆的壓力比較少 但是我覺得老婆還是有壓力 譬如說那個去買東西的時候 有那個語言障害 所以還是有一些壓力跟距離感 所以我們確定 暫時在台灣照顧小孩 所以你們現在搬回台灣多久了 快半年 快半年 所以一切都很習慣很舒服 對 那台灣有沒有讓你覺得 比較不好的地方 就是小小的缺點 對 尿布跟那個奶粉嘛 那些比較貴 比日本貴嗎 因為 那你就 那就貴一點 那之前說水好貴 那你為什麼喝法國水 對啊 那你為什麼要用法國水 對啊 那你為什麼要用法國水 已經長大了 沒有 這也是水龍頭的水 OK 要煮開 要煮開 OK 好 美麗 我是因為全部的人跟 很方便 然後天氣很好 對 我覺得台灣的 但是法國也天氣不錯啊 法國天氣也很好 台灣那麼熱 還好 還好 我從巴黎來的 所以巴黎那邊的天氣不太好 然後我的老家是山上 所以有會化學 但是這邊 夏天來的時候 我每個禮拜要去 騎機車去海邊 對 很方便 很 對 我覺得台灣的生活 真的很舒服 真的 而且台灣其實就小小的 所以你要去哪裡 其實都算滿快的 對 很舒服 對 那我在法國學中文的時候 我老師問我 要不要去國外洞 然後那個時候我兩個選擇 有中國跟台灣 但是我那個時候 剛看完一個台灣的電視劇 在高雄拍的 所以我就決定 拿去高雄吧 反正我不會 一部 海派天星 海派天星 因為看那個電視劇的時候 我覺得前期看起來 滿不錯 然後風景很美 就決定要自己去看看 不是因為女主角很漂亮 也是 所以楊丞琳是法國人喜歡的樣子 學中文的人都會知道他 那你喜歡楊丞琳嗎 喜歡 你這麼公開的地方 我很愛演戲 好可愛 所以你剛來台灣 是直接就住在高雄嗎 對 然後我都一直都在高雄 我又帶一些照片 好可愛 你平常職業是攝影師嗎 沒有 不是 很漂亮 那你來到高雄以後 有去找海派天星拍攝的地方嗎 有 是粉絲 粉絲 那Nelly 你也有看過海派天星嗎 你也有 你也有 我髮頭這麼紅 在印尼也紅 只有在過 印尼也很紅 你們有沒有看過桃花小妹 桃花小妹 桃花小妹 因為桃花小妹我有演 對 這個阿伯 這位 他每個人都這樣演 他也桃花小妹 他也桃花小妹 你也搞冷了 想要拉一點距離 我想說也是要我這樣去 而且我發現 他們都是講海派天星 但是我記得 Ena你當初是看哪一部 可是這個 你會不會看那個 你賊料天星來 可是這個東西 是什麼時候PO的 這個 PO啊 2008 2008 2008 13年了 你應該來台灣了啦 15年了 有FB嗎 我不記得有看過這個 有FB了吧 有吧 FB很多年了 你只要跟我說 我希望看帥哥 可能你妹妹有帥哥 有嗎 有啦 超多 有 趕快去補習 我們這一代啦 我們這一代 泰國也很紅 台灣的 流星花園 對 流星花園 在印尼很紅 04 那05還06年了 所以其實偶像劇 可以做外交 對啊 非常棒 有一些網站 如果你有興趣 有一些人會放字幕 我也可以做偶像劇 對 好 真的 寶玲 我一開始來這裡是因為 我的大學有交換計畫 但是那時候我可以選兩個國家 一個是日本 一個是台灣 然後因為 不好意思 但是 我覺得日本有點奇怪 對 對 對 因為那時候我的波蘭同學 他們就會 而且會看那個 日本的A片 所以我們都會覺得 好 那可能我們就選台灣 真的 我一直以為波蘭都是看 就是西洋的 對啊 那不是很開放嗎 也有很開放 沒有看亞洲的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選台灣 然後來這裡我馬上很喜歡 台灣其實很有趣 是因為 它一方面是 可以接受很新的東西 是 但是同時也是有 很保守 對 很保守 然後我覺得這個混合 然後一把老東西 會保留下來 對 因為我是很懷舊的人 所以我很喜歡 台灣的老家具 台灣的老哥 我也喜歡 台灣建築物 對 老建築等等 是不是想想台灣的老人 這個我們可以下節目 你是別人家老人 好 那一個呢 我來台灣跟佛光山 佛光山 佛光山 因為佛光山好像在巴西那邊有 交換學生 對 那邊有一個廟 對 有教書對不對 對 我在那邊讀書 然後畢業了 他們就說 你要不要 就是一個足球隊的 要不要來台灣 那個地球球跟讀書 佛光山也有他們的那個學校 大學 是能華大學 我在那邊 在嘉義 所以那個每一個過年 我們去他 我們去佛光山那個表演 哦 表演大集 就是我們的 表演我們的那個 巴西的那個 那個 神八五 哦 神八五 神八五 這是我 然後我們在 我們也是 就是 我們也是 拿冠軍在台灣 然後謝謝拿冠軍的時候 那時候是對戰 對戰 然後我就是那個 我們佛光山的喜功 嗯 然後我們 就是他們說 一個人麻煩你 請你去給他們那個 套費 給那個喜功 就是給他們說 謝謝你 帶我們過來 然後我們 帶我們過來 都不用付錢 都是他們給我們 這個機會 來這邊讀書 唸書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很感謝佛光山 帶我們過來這邊 因為我 從小時候都 配著爸爸看一些 像是李小龍 或是李廉杰的電影 哦 對 然後 他很喜歡看 因為他很喜歡練 氣功跟太極拳 哦 對 然後慢慢的 我也變成是 很喜歡這個 就是整個 中華文化 嗯 我也有看過 李安導演的那個 臥虎藏露 我覺得很帥 對 所以這樣子慢慢的就 開始喜歡這個文化 所以當初是怎麼會覺得 我就是要到台灣 應該有一些 特別的原因嗎 其實我那時候 沒有像那麼多 但後來好像因為 我爸爸也有一些朋友 在這邊 就是工作的關係 對 那時候我已經決定 要來台灣念書 後來發現 有些認識的人在這邊 那我覺得 這樣子很方便 好喝喝 父母會比較安心一點 喝喝喝喝 然後你剛才前面 有特別提到你姓宋 所以你一定很喜歡 宋詞 所以你應該對很多詩詞 有了解 現在要考驗我的中文嗎 答對了 而且我剛剛 他都沒什麼口音耶 很厲害 謝謝 你可以幫我們 朗誦一段 你很喜歡的 唸奴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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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霧雷溪邊 人道士 三國 周朗赤壁 這是你特別喜歡的一個詩詞 這是它的前面的一個小段 你怎麼會特別喜歡這一段 因為它這邊有講到 就是它有講到三國 就是很 我能夠想像素食當初描述的這個畫面 我覺得這個很美 可以練習《山山令》 從文字就可以看畫面了 什麼畫面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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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是不是很白 這樣畫面 很黑 很黑 很明顯光白的畫面 我們在這邊 我們在這邊跟人家在尖頭 對 這畫面真的還滿有趣的 對 他們有好學的基因 對 那因為真的 我覺得大家文化不一樣 所以有沒有剛來台灣 什麼的時候 讓人覺得 這個很驚訝 整個很正開 嚇到 Grace 我覺得台灣的廁所 讓我很嚇到 太乾淨 太乾淨嗎 那個是有 可是我覺得最嚇到的是 就是台灣廁所只有紙巾 衛生紙 對 只有衛生紙 所以就是我們 我就是來台灣的時候 就很不習慣 就我第一個月來到台灣的時候 我屁股擦磨傷了 磨傷了 就連走路的那邊 所以你們在印尼是沒有在用衛生紙的 沒有 我們都會用水沖 對 要不就是 我們比較多是這樣子的 水桶 就是這個水桶 用右邊的手拿這個 拿著這個水 然後水盆 然後比如說要洗屁股的話 你再蹲著嘛 然後就用右手拿 然後用左手插這樣子 那你們洗完之後是 甩一甩 甩一甩 因為水會流下來 對啊 怎麼那樣乾 就是 還會有紙巾 對 因為那個水是搖起來 然後左手去接那個水 然後這樣洗 不是 你是在蹲著嘛 蹲在勺子上面 就像我們 幫小寶寶洗屁屁這樣 沒有 我要給他們看 不是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很高的 不是 因為我們泰國也是一樣 對啊 你們兩個誰可以幫我示範一下嗎 沒有時間 你們 沒有時間 請問不要摸 好期待 很簡單 如果你們穿洋裝的話 這個是勺子 對 不要 不要 好啦 衣袖要起來 就這樣都好了 對 都會 都好了 搖水起來 然後就撒進去 然後就 可是 可是 可是啥子 那個 我們用排行物 不就是會噴來噴去嗎 不會 哪不會 他們是訓練過的 他們是訓練 就像我們拿筷子一樣 你們用不到 雖然我不懂 我也不問 我們也不會用到 因為我們 說不定你去印尼 你就需要用到這個技巧 對 對啊 好 如果不懂 我們自己去參YouTube 好 所以他 YouTube會有阿斯 會打馬上一課 好 一個 其實最可怕的是 我們都是足球隊的 我們都是足球隊的時候 很容易手伸我們的腳 我們的手 我們的身體 所以 那時候我們去看那個衣衫 可是是那個 骨頭的你知道嗎 骨頭 骨科 對 我們去那邊的時候 整骨 是整骨嗎 對 像國術館那種 對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 衣衫在被打 然後就打 打的寶寶 就是這個是寶寶 然後就打 他說回來了 按摩 回來了 都沒有回來 然後就看到 老師 但是 他也會被打我嗎 老師會被打我嗎 老師會打我嗎 就是 不會啦 他說 不會啦 我不要去 謝謝你不要了 不要了 第一次我手上我的腳 就是你聽 嚇死人 第一次我手上我的腳 所以我去看 然後 就變好了 然後第二次 第二次我手 我去的時候 他就 一二三 封回來了 我封回來的時候 然後他分一個很臭的藥 黑黑的 對 那個黑黑的 高藥 這什麼呢 他說是藥 一個禮拜會馬生好 他說不可能 他說藥 會馬生好 然後就 一個禮拜就好了 是不是 厲害 我們的藥高 真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們受傷的話 就是跌倒還是什麼 一定要去這個地方 比較好 真的 好 我覺得這些 就是菜鳥 他們來被嚇到 我覺得合理了 但請問老鳥們 你們還會被嚇到什麼事情嗎 我這邊的話 因為我在台灣比較久了 就是反而被在泰國那邊 嚇到比較多 對 因為住了台灣 然後在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有被嚇到是 看到台灣的廚房 感覺好像沒有在做 沒有在開火一樣 我們都沒有煮飯 對 好像沒有煮飯 太乾淨了 對 然後放著好像漂亮還是 其實是一個被裝 是一個家而已 對 可是發現 台灣人的要求就是 他們煮好 就是會擦得乾乾淨淨的 旁邊都不會有油膩的那種 剛來台灣看得不習慣 因為跟我們泰國不一樣 我們煮菜的地方就是 都會有油膩 那是正常的 對 我們來說 可是一回到泰國 看到這樣 反而我不習慣 對 我會覺得 你們怎麼可以用成這樣 怎麼把那個廚房 油膩膩的放著 他說 是怎樣 你是... 他就覺得我去了台灣了 變了 變很做作是不是 對 真的 你幹嘛變做作這樣子 我們那個廚房周邊的 可以手一沾進去 然後這麼黏 這麼黏 很像麥芽糖一樣就洩進去了 所以是普通家裡就會這樣 還是只有餐廳 家裡 家裡也這樣 對 這個對我們來說 沒什麼 長蟎跟螞蟻嗎 沒有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煮是... 煮的東西是乾淨就好了 安娜呢 我覺得有一個點 會讓我一直想到 是... 我覺得台灣人還會 很乖啊 會嗎 我們很叛逆耶 不... 我覺得跟韓國人比起來 差很多 跟你們比真的是乖 對 因為我真的 每次會覺得 台灣人都... 如果是合理的狀況 就比較不會 反對或是抗議什麼 像最明顯是疫情吧 疫情那麼久兩年 沒有一個台灣人 會覺得受不了 然後出... 有啊 我跟你在抱怨什麼 好想出國啊 沒有 我覺得不算抱怨 真的不算抱怨 沒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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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人少 不會被拔錢嗎 不會被拔錢嗎 因為他們不像中府 會知道那個 不要求什麼 不要求什麼 對... 所以他們這個 而且我看到老人邊的老闆 也是說 我會親了他們傻的 是傻不傻 也不是我... 所以我覺得 因為你親他們 對... 你被打了也... 我看到 上個禮拜也是說 我們也是去一個地方 然後看到很多人 就乖乖的在排隊 那個店裡面 然後就乖乖 沒有一個人 會覺得很煩什麼 可能會覺得很煩 但是還是會按照規定 可是你們來到台灣 就會乖乖的掃了對不對 會 我會 其實因為台灣的執行 比較嚴格 你如果沒有掃 先生 對... 因為你常點都會說 先生你掃了嗎 然後我還說 我掃了 貝貝可不可以讓我看一下 給我看一下 對不起我再去掃一下 真的沒有問題 你就是沒有掃 對啊 讓我看一下 然後被抓到了 對啊 或是在國家那件事情 嚴格 口罩也是 你坐高鐵 如果你沒有 不小心口罩也是會 一直會有人 對... 而且鼻子露出來 也不行 他們不敢 發過那個... 檢查那個... 他們不敢跟你講什麼 因為可能會被打 或是什麼 真的 我看到台灣人這樣 很乖很聽話 我就覺得 其實我們是保護大家 也保護自己 那最後我們來 請凱蒂來介紹一下 如果來台灣的話 給我們這些菜鳥們 來台灣一定要去哪裡玩 不是台灣人也可以啦 對... 這個地方其實是還滿... 在台灣還滿有名的 可是它這個地方 是讓我愛上台灣 它是讓我第一次覺得 台灣真的是一個很棒的 一個地方 那就是彰化的鹿港 但其實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因為鹿港 是一個火生生的一個博物館 它現在沒有鹿 也沒有港 因為它有很多故事發生在那邊 才沒有鹿港 所以你去那邊的時候 你看到那些建築 因為它沒有火車 它也沒有高速公路 進去他們那邊 所以他們就保留了 他們原本的建築 你也可以去 它有一些博物館 他們有一個傳統民俗博物館 也是他們之前 以前的一個豪宅 所以有日智時代的風格 有台灣秦朝時代的風格 然後它又有很多傳統表演 比方說我在那邊 我每次去都會去 十字熊的傳統工作 它會教你怎麼做布袋戲 你可以自己做 然後它也有一個舞台 你可以玩它的布袋戲 可以在那邊玩 然後當然彰化就是天氣非常好 然後吃得也很棒 所以建議你們可以去鹿港 而且那邊現在的飯店 也是弄得非常的文青 就是它有那個拉車 然後還有那個像以前那個 以前那個車夫的那樣子 帶你去遊樂 你也可以穿著旗袍 或是以前舊的那種衣服 這保齡你最愛的 而且我好喜歡他們的小巷弄 那個建築裡面 光是一個柱子的木頭 我覺得都有好多的故事 台灣都有很多 很多地方都有老街 真的 那個山峽有老街 維化季也有到處 到處都有老街 沒錯 但它整個小鎮 感覺就是個老街 沒錯 就是個古街 然後它故事很多 它是九灣區什麼的 反正一定要去 挖不完的故事 挖不完的寶藏 髒化入港 我覺得真的從 各位新住民口中 看到台灣更美更多 更不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真的除了感動之外 希望大家去發現更多不一樣的地方 也希望你們在台灣 可以多住個幾年之後 就換你們來坐這邊了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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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第二次的衛生日見 拜拜 你們就來這邊了 好的